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川姐频道 这是一颗去年夏天买的草莓 买的时候只有一颗我把它种在这个大花盆里 当时它显得孤零零的 买回来后除了结果时还不断的发出芝麦 我把这些芝麦要在盆土里 现在已经把这个大盆长满了 入冬前我把它搬回了小温室 在小温室这几个月 它也长了好几场果实 但是最近我发现果实长得没有以前大了 应该是太密集了 所以准备今天给它们分株换盆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立体种植袋 总容计是7个佳人 也就是差不多35升 它的旁边有8个侧带 对草莓这种慢生植物繁殖非常有用 上面的面积也不小 所以形成了立体种植的结构 但是它需要的土也比较多 我们先给它们准备好土 加了很多的草莫灰和蛋壳渣 因为草莓结果时需要大量的甲元素 蛋壳渣也可以提供钙和零元素 也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 在土里加入椰木菌汤 提高土壤益生菌的含量 防止病虫害 提高草莓吸收养分的能力 也增加草莓很好的口感 再加入大量发酵好的羊分 提供足够的有机肥料 把这些土混匀后装入种植袋 好 现在开始分株换盆 尽量挖的深一点 不要伤及到根须 当然小的根须伤到一些也是难免的 主要要保护好大的根 挖出来后有的不止一株 可以把它们分离开 中间这一棵就是它们的母株 它自身就发了很多子株在周围 可以进行分离 全部挖出来后就进行分株 草莓分株后摘培有利于它们生长和结果 挤株一块生长大家都长不好 最大的还是这颗母株 一共分离出来了八颗 一颗变八颗 现在开始种植 母株体积最大 还是放上面的主要位置 再挑了三颗比较小的草莓 种在上面一共四颗 它们生长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还有四颗比较大的 就种在侧面的第一层 这个带子很好操作 它们的根虽然和里面的植株还是在一起 但是页面部分完全隔开 不在一个平面上 大家都能得到很好的光和效果 做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侧带里面以后的芝麻可以延伸到第二层的侧带房子 就是底部的侧带 空间还是足够了 好 现在就浇透定质水 让根虚被土壤包裹紧密 整个分株移栽过程就完成了 春天到来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们移到室外开花结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见